当然是我质询 因为这个案子 就是在我的选区 它其实在信义路 信义安和站的连开案 那这个开发商都一直说 这是信义路唯一的 剩下唯一锦一的豪宅 所以这个地方 里长其实是在 马英九市长 前市长的时候 就一直跟市长来诚情反映说 未来连开案开辟的时候 它两边有 各有六名的计划向调 希望能够一起开辟 为什么里长要这样要求 因为里民就未来就不用绕一圈 从安娜路再左转信义路 进捷云站 它未来就可以直接从那个巷子 就进捷云站 所以对它来讲 当然很虚妄 那时候郝龙斌 郝市长的时候 就接受的地方里长的建议 就把这个两条的计划向道 都筑记在这个建造上面 就是说未来 如果建商要拿到使用执照 必须要开辟这两条计划向道 而建商也分别的写下窃解书 承诺它未来在开辟 跟土地取得上面 它会全权物责 不会跟台北市政府 有任何的干系 但很意外的 在柯文哲上任之后 106年 居然有市长的一个砖签 就把它解列了 而且这个解列呢 柯文哲都说 这是陈景峻啊 但我要给所有的朋友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就是写 柯文哲 丙 柯文哲 丙 它就说这个呢 叫做市长的殖民章的丙章啊 它说这个叫做陈景峻 我不晓得 也许你可以请你的副市长 帮你分担解牢 但对议员在监督的时候 我其实很难知道到底丙章 是林青龙拿 还是陈景峻拿 还是谁拿 所以我只好就责你 那在这个去年11月的时候 我在提出这个咨询的时候 市长就说 我怎么知道这个案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解列 全部都是代理就解列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说 那你觉得很奇怪 那你要不要好好调查清楚 他就不会回答 没有回答之后我就说 那你要你如果你自己 没有办法调查你要不要送检调 你要不要送检调 议员这是你大概几月的时候 去年11月 去年11月 然后现在才移送 对去年11月 然后今年1月审预算的时候 我就要求捷运局 要兑现市长的承诺 必须要把这个案子移送 不然我要把整个连开处的预算 做淡书 你要移送之后 我才让你过嘛 不然到时候市长 在面对议员的时候 质询是一套 后来做的事情又是一套嘛 所以后来在1月的时候 这个市府就给了我一个 回复我的质询 回复我11月5号 市政总质询的一个办理事项 在最后一点的时候 他就讲说 本案调查结果 业经本府正封处 以109年1月7号 移送廉政署依法整办 所以我只有这一张 他到底移送了谁 我根本不晓得 也无从窒息 而且他就说 针锋处的调查是行政调查 所以我无可告知议员 我调查了谁 所以因为我实在对柯市府 没有信任 所以我自己在1月22号 又另外向地检署告发 那告发的主要对象 就是柯文哲 因为我认为他是主管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明显就是土地厂商 因为你解冽了厂商开辟的责任 这个土地的取得 跟道路的开辟 未来就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要去花钱 所以这当然有损我的市库 有损我地方民众的权益 所以我另外开发 那这件事情怎么来呢 就是这个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 我突然接到到 中国时报的记者的电话 然后他就问我这件事情 他说听说市府两个礼拜前 移送陈景峻 为了就是因为议员你 直询信义连开案的这件事情 我就说怎么可能 我今年1月的时候就要求 市府就跟我说他已经移送 而且移送不可能只移送基层同仁 应该所有涉案的人都移送 怎么可能只移送 现在才移送陈景峻 然后我就说 他就说那记者问我说 那你有公文吗 所以我就把这个公文给他了 然后给了他之后呢 我就说到底是谁跟你爆料 我就说这个事情 只会有四个单位知道 第一个就是业务单位的捷运局 跟这个监管处 管理监管的监管处 第三个单位就是移送的阵峰处 第四个单位就是市府高层 就是市长 那前面两个单位不可能 因为他怎么会知道 长官有没有被移送 他只知道自己被移送 唯一可能知道的就是 移送单位阵峰处 或者是市府高层 那这两个单位 如果有放出消息 市长难道自己不该查吗 所以柯文哲在第一时间 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查清楚 他就说那是解初培 跟这个陈景峻的内斗 我就跟市长讲 拜托 你知道我跟陈景峻的辈分 差有多少吗 他在当议员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国小的学生 所以我们两个内斗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剧本写的实在太差了啦 第二个部分 昨天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 把这整个过程还原之后 市府柯文哲又突然讲说 那可能是地检 地检署流出来了 所以我在想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为了逃避你 这个民众党的内斗 逃避你这个高雄补选市长 只有4%的这种烂成绩 然后弄出一个所谓的 陈景峻跟减苏培内斗 来转移焦点 我觉得你也太荒谬了吧 你与其有这个时间 弄减苏培跟陈景峻 你不如好好回答一下 蓄产公司总经理姚亮毅 在礼拜二辞职 他对你的指控是说 你拿着市府这个投资公司 去跟魔鬼交易 做人事酬庸这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好好回答一下 他说你反改革耶 他说你跟魔鬼交易 他辞职是因为 不想跟魔鬼在一起 你要不要先回答这一点 不要再模糊焦点了 今天在这个节目上面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解释这个案子 但我觉得柯文哲 你更应该好好的解释 是为什么大家对你失望 包含续产公司 姚亮一总经理对你的质疑 包含我 这个好龙斌前市长 劣迹要开辟的两条道路 为什么你解裂了一条 土利的厂商 拜拜 拜拜